牛奶可能会引发生理痛吗? 有一名女网友分享自己生理痛超过10年了 每次都会痛到上吐下泻的 用热敷、借冰饮或是吃中药等方法都试过 但是通通没用 直到后来为了减重借除乳制品 包含像是拿铁跟鲜奶茶她都不喝 没想到生理痛也因此消除 有妇产科医师解释说 乳制品确实可能会影响到荷尔蒙平衡 或者是增加发炎反应 造成子宫收缩疼痛 奶类饮品是许多女性的疗愈圣品 但疗愈完心灵却可能影响生理期 一名女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 自己无妇科疾病 但每次生理期都会痛到上吐下泻 长达10年都是这样的状况 不论借冰饮、吃中药、用精油或者热敷 通通都没用 直到为了减肥停止食用乳制品 包含最爱的鲜奶茶跟拿铁 从此却不再生理痛了 牛奶它本身就是一些 我们讲是有一些脂肪 还有产生一些发炎的物质 我们月经前后 最好是要禁止 牛奶跟生理痛有关联吗 医师指出因为乳类制品 可能会影响到荷尔蒙平衡 或增加发炎反应 造成子宫收缩疼痛 另外跟牛奶一样 可能会引发生理痛的饮品 还有他们 那咖啡因它本身会让我们血管收缩 会让你更脏气 疼痛会更厉害 青少女做过研究 好几年的研究 都发现青少女有痛经的人 停止吃这些食物之外 痛经就会减轻很多 所以这方面应该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停止吃这些东西 还是持续在疼痛 但你很可能要小心 那很可能就有其他的疾病 美味当前难以拒绝 但为了缓解生理痛 也得适度忍耐 这次你盖着对他不懂